最近有很多很多的小朋友要上小学了 妈妈们都很焦虑 问我说要上小学了 到底要准备什么样的一个能力呢 其实有三种能力 对孩子非常非常的重要 第一种能力就是孩子的运笔能力 一个孩子的精细动作的发展 还有他的运笔能力 就是未来上小学的书写的基础 而这些精细动作的能力呢 其实常在一个孩子会不会玩黏土 因为玩黏土的时候 他需要去练到指尖的这些协调 跟未来用笔是有关系的 一个孩子会不会用剪刀 你看到拿剪刀的时候是三只手指头的抓握 这才是正确的这样的一个知识 他能不能准备好用三指抓握 就是准备好要拿笔了 一个孩子会不会折指 这是他的手眼协调 眼睛看着而且手要跟着做 这叫手眼协调 跟未来的运笔能力也有很大的关系 另外一个孩子会不会用夹子去夹东西 而且呢能用手指头去转开这些瓶盖 很协调的转开这些瓶盖 这叫做手部的基耐力 跟未来运笔的能力的耐力好不好 也有很大的关系 我们虽然一直提醒在学龄前的孩子不要一直学写字 因为他还没有发展好 但是呢三岁以上的孩子呢就要开始让他用笔 开始画圈圈跟十字形的涂鸦 四岁以上的孩子呢就要让他画正方形叉叉的涂鸦 五岁以上的孩子呢就要会三角形 后段会开始会画菱形 六岁以上的孩子已经准备要右小衔接了 这个时候的运笔能力应该有来返画复杂图形的能力 譬如说 这边呢有复杂的图形 他就可以跟着画出来 跟着画出来 这些复杂的图形的返画的能力 就是未来文字组合的能力 这些运笔的能力对孩子来讲非常的重要 你的孩子的运笔能力准备好了吗 第二个能力就是一个孩子的时间管理能力 时间管理能力呢最重要的是两个部分 第一个部分是一个孩子呢有没有时间的概念 第二个部分呢就是一个孩子会不会时间的分配 很多的孩子要生小学了 他并没有时间的概念 举例来讲 我们要从日常生活里面去教他时间的概念 例如 收玩具需要的是十分钟 听个故事需要的是十分钟 吃个饭可能需要半个小时三十分钟 玩个桌游可能需要二十分钟 洗个澡呢可能需要的是二十分钟 看个卡通呢可能需要三十分钟 当孩子可以从日常生活里面去了解时间的长短的时候呢 这就是用具体的方式去练习孩子一个抽象的时间概念 第二个部分就是要告诉孩子要开始学会分配他的时间 其实分配时间要从什么开始呢 要告诉孩子一个观念回家之后呢先做该做的事再做想做的事 这是一个身上小学的小学生很重要的一个责任感 所以呢 譬如说日常生活里面回家之后呢 应该先洗手了以后再吃点心 这是有顺序的 这叫做该做的事先做 再做想做的事情 先写了作业了以后呢 你就可以玩玩具 并不是阻止你玩玩具啊 是有先后的 第三个 你可以先看书 希望你先看完该看的书 然后呢 你再看电视你应该要先吃饭 然后呢 再开始吃甜点 这也是有顺序的 再来是先洗澡 再看故事 一个孩子的时间的观念呢 应该要先从次序感先开始建立 你的孩子的时间管理能力准备好了吗 第三个能力就是一个孩子的表达能力 你的孩子的表达能力OK吗 譬如说他会跟你说 妈妈今天小明呢 早上拿我的橡皮擦 没有告诉我 这个叫做事件表达能力 还有有些孩子呢 可能要会说 婷婷叫瑞瑞不要跟我玩 我不喜欢他这样 这叫做感觉表达的能力 另外还有一种叫做 我能不能跟你同一队 我也会打球 这个叫做社交表达能力 事件表达能力 感觉感受表达能力 社交表达能力是一个孩子上了小学以后 非常非常重要的团体学习力 一个孩子要上小学了或已经是小学生了 父母应该要更重视他的这三种能力 运笔的能力 时间管理的能力 还有表达的能力 这些能力呢 可以帮助他在小学的时候的团体生活 更顺利 也可以更快的融合 这三个能力准备好了 你的孩子的学习才会有成就感 他的生活呢 才会有责任感 而且他的团体适应呢 才会更独立 亲爱的爸妈 你的孩子的这三大能力 准备好了吗 要记得帮我们分享哦